包括了在中国大陆的东北 沈阳暴雪创下了1905年以来最强记录 你看看大家在挖雪 几乎脚底下都已经看不到脚了 全部被埋在雪堆当中 天哪 这个看起来像棉花对不对 全部都是厚厚的积雪 你知道吗 在沈阳这个积雪的深度 是达到41公分的 那么如果在内蒙古的通辽地区 这个强降雪更夸张 一度这个降雪量是达到了81.3毫米 积雪的深度打破了1951年来的记录 在11月9号的时候 在内蒙古的通辽 甚至有一名女子 她说站在他们家的大楼 惊奇的发现 对面大楼的一楼怎么不见了 原来是被雪埋了 直接看过去是二楼 然后你看 满地都是白雪 这是空拍的画面 就在百度热搜 也出现了这么一则影片 一名东北女子 她网购化妆水 结果因为天气太冷了 她收到包裹的时候 一打开她吓坏了 想说我是被二整了吗 因为打开来的时候 那个化妆水 已经变成了一罐血 所以当时一罐白白的 她还想说 这个到底还能不能用呢 好 接下来 我们带大家来看到 其实因为积雪 发生了一些怪怪的现象 像是有很多居民说 家门口是已经积雪后到 这个门都打不开 你看起来你会发现 其实这个画面是什么呢 对于这个 我知道我有东北朋友告诉我说 这种情况的确他们是见过的 但是对于像是台湾的朋友来说的话 就觉得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你知道吗 这个应该是一楼的门 那外面都是雪 所以在他们挖出这条通道之前 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一打开门 来 就是这个样子 一打开门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什么呢 眼前不是路 眼前就是一面大大的雪墙 而且呢 这是在一夜之间 很多民众呢 说他们是一觉醒来发现呢 外面怎么已经大雪封门了 好 这个情况是 你家的门是用拉的 你还看得到雪墙 但是有的人家的门是用推的 所以呢 他根本就推不出去 发现说他们家的门啊 真的是被大雪冰封 被雪给堵死了 那么在停车场呢 看到的车全部都是白色的 因为被大雪覆盖了 所以呢 车子就变成这样 你一定想说 车在哪里 我跟你说 车主人也一样 有同样的疑惑 根本没办法辨识啊 我的天啊 如果你是停在那种 很大的停车场 自己社区也就算了 每天再走 你肯定知道车在哪 但是停在那种 大停车场 我的天啊 一片白茫茫 根本不知道车在哪 尤其是那种 可能停很近 你还得呢 把这个雪给铲掉 你才知道说 哪一辆是你的车 这场暴雪呢 也造成了 当地有很多的学校 是停课的 机场也是暂时关闭 那么为什么 这次的降雪这么强呢 中国大陆的天气网 首席气象分析师 胡笑他分析 主要是因为呢 今年的下半年啊 就是说 这一股最强的冷空气呢 到了东北的时候 在高空当中 它形成了一个 切断的冷窝 那在地面呢 因为在黄渤海附近啊 又有这个地面的气旋 所以呢 把黄海跟日本海 大量的这个强盛的水气呢 一下子全部送到了 东北跟内蒙古 东南一带 冷暖空气呢 在东北上空啊 激烈的交风 所以呢 降雪 降水量大 而且呢 持续 这降雪的时间 非常的长 导致部分地区呢 就出现了这种 下暴雪的 极端性天气 好 接下来我们带你来看 造成了什么样恐怖的问题 包括大客车 开到一半原地打滑 360度旋转 甚至有轻轨列车被卡住 最后轻轨动不了 怎么解决的呢 全车乘客 集体跳 真的有用吗 我们带你来看看 大客车也在马路上 飙速大秀 花式飘移吗 只见车身原地旋转 360度 其实这是因为大雪 道路结冰 导致车辆打滑 好在驾驶神操作 化险为宜 在司机的带领下 整车乘客 集体上下跳动 这是怎么回事 原来是轻轨列车 遭积雪卡住 动弹不得 司机临机动 以动自动 果然抖落一车大雪 顺利开动 大陆多地遭暴雪袭击 尤其内蒙古通辽地区 平均积雪达68公分 打破1951年以来 气象记录 创70年新高 有居民一早醒来 一开门傻了 发现自家已被大雪封门 根本推都推不开 还有一家五口 因为大雪压垮房屋 受困其中 消防人员徒步走在 一公尺身积雪中 前往救援 硬是帮居民开出一条通路 这场暴雪已造成一死 近1.5万人受灾 有女子上网买了瓶卸妆油 没想到拆开一看 竟是一罐雪 成了另类受灾户 我以为就是商家恶搞我 南方也被天际恶搞 广东这个路口的红绿灯 竟被大风吹到一只转圈圈 网友忍不住调侃 等红灯就像在玩大转盘 看谁比较幸运被抽中 而受寒流影响 黑龙江大兴安岭 出现雾松景观 树木都挂上一层冰霜 晶莹剔透美不伸收 河面上雾气飘飘 宛如仙境 记者综合报道 极端气候也让有时候 冬天变得会下暴雪 夏天除了森林烟火之外 可能还会严重的旱灾 但是川普他就是不相信 有所谓的气候暖化 美国就在前总统川普的 执政期间 他们不是退出了巴黎气候协定吗 然后拜登上台之后 说是要来弥补 这个错误所带来的伤害 所以他们又加入了 那么由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 裴洛西 他所领导 COP26代表团的民主党人 就在这个峰会当中宣告说 美国要在气候事务上 重新返回主导地位 宣告说美国又要回来了 裴洛西表示呢 美国是准备好要接受挑战 他说这一切是为了孩子们 要留给孩子们更健康 安全 更加能够达成成就的世界 另外呢 美国国会在不久之前也通过了1.2兆美元的基础建设计划 其中很大一部分的预算呢 是用在电动车以及充电站 以及气候复原的相关措施 就在法国总统马克宏也宣布了 为了要因应这个能源 还有环境的挑战呢 法国怎么做 他们要开始推行核能电厂的兴建工作 绿色和平组织就批评马克宏的政策 跟现实脱节 只是为了明年4月的总统大选选情吗 马克宏呢 在全国的演讲当中 他表示说 为了要确保这个法国能源独立自主 而且要完成像是在2050年碳中和的这个目标 所以法国再次推动核能反应炉的兴建工程 只是也受到了环保团体的质疑 在核能产业现在已经陷入困境的时候 又宣布说要让法国的核能复活 还要来干新的反应炉 会不会太不切实际呢 的确在环保跟能源上 如何取得平衡 这是每一个国家都在烦恼的议题 那接下来我们带大家来看一下 未来的汽车会是什么样子呢 第四届的进口博览会的汽车展区 绿色低碳还有智慧出行 就成为今年非常重要的关键词了 这个厂需非常的大 3万平方公尺的汽车展区之内呢 我们今天带大家来看 有一款叫做纯电的汉马超级皮卡 成为本届展览的焦点 因为它作为美式越野的今年代表 纯电的汽马超级皮卡 也展现了这个新时代的全新技术内涵 我们一起来听听通用全球执行 副总裁伯利的说法 澳洲总理Morrison封杀了北京啊 上一段节目当中我们提到了 封杀了一带一路之后呢 现在呢又传出了澳洲的新任国防部长杜登呢 他下令说他们又要来重新检视了 中国的兰桥集团租赁达尔文港99年的这一个租约 澳洲的说话不算话预计呢会导致这个已经闹得很僵的中澳关系再更僵 那么澳洲闹出的外交危机啊 其实在这一年呢不断的上演 先是呢在今年9月份还记得吗 这个浅鉴合约 如果你是全球大事业的忠实粉丝 你一定知道我在说哪一件事 今年9月呢掀起美国法国澳洲的一个外交战 好差一点导致美国跟法国都撕破了 原因是澳洲给人家毁约 好澳洲呢当时就以我们有新的战略考量为理由 原本呢说好了跟法国他们要签一份呢 多达600多亿美元的柴电潜舰合约 结果最后呢部首承诺说这份合约我们不签了 法国潜舰我们不买了之外 转向呢跟英美去合作 然后呢还跟美国就成立了一个AUKUS的联盟 然后呢要一起说来建造核子动力潜舰 所以当时法国就非常不理解 觉得说他被摆一道了 好今天不谈呢他们这个恩恩怨怨 要谈接下来澳洲又打算做什么呢 他说要撤烧北京租用的达尔文港 99年的合约 说好了我跟你租99年 现在呢才几年而已 你就开始要来跟我谈 好这个合约什么时候签的呢 首先是中国的兰桥集团澳洲子公司 他从2015年开始取得了达尔文港的租用权 持续的其实光签完这个约啊 一直就是澳洲国安争议的这个焦点 澳洲人报就指出澳洲的内阁国家安全委员会呢 他们现在好像慢慢的有一个共识哦 就是呢要来支持澳洲撤销 把这个港租给中国大陆 但是实情真的有这么单纯吗 跟美国有没有关系呢 好有报道其实也提到了 好这个港有多么重要呢 美国这个陆战队啊 就是他们会轮助达尔文部队呢 他们就会用到达尔文港的设施 因此呢对于这个中资企业呢 持有这个达尔文港的租用权 也引发了美国政府的高度关注 好这个达尔文港呢 我们持续带大家来看 来下一张电视墙 位于哪里呢 澳洲北领地达尔文港 是全澳洲呢最北 然后呢最靠近亚洲的一个深水港 这个达尔文港呢 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曾经被日军炸过 然后呢当地是2012年开始呢 刚提到的美国的这个陆战队 他们轮助达尔文部队呢 派驻的一个地点 所以达尔文港被视为澳洲 蛮重要的一个战略据地 那你想说那这个据地 你当时为什么要跟北京 跟中国企业签这个合约呢 好接下来看下去 2015年的时候当时呢 澳洲的北领地政府啊 就以五亿六百澳元 六百万澳元 大约是美金三亿九千一百万 这样的一个租金合约呢 就把这个达尔文港 就租给了中国兰桥集团 一租还租99年哦 当时呢在澳洲 的确也是有两派的说法 那么其实当时的美国总统欧巴马 他也想租这个港 据说呢是在2011年的时候 他已经跟澳洲达成协议 打算呢在达尔文这个港呢 要设立可以部署 2500名陆战队员的美军基地 没想到呢 被从中给拦胡了 被谁拦了呢 被中国的亿万富豪 叶成的兰桥集团 给先租下来了 那么当时呢 担任澳洲防长的Richardson 他说呢 根本不用担心啊 外界提出什么 国安的疑虑啊 他表示说 担心中国解放军掌握这个 进入达尔文港口的设施啦 这些管道 他认为是根本叫做胡说八道 很显然 他是属于比较青宗派的 但是现在澳洲呢 这个反中抗中的 这一票的这个政治人物啊 开始啊 采取一些反策略了 澳洲的战略政策研究所的 北澳洲战略政策中心 一个主任柯尼就说 因为呢 这个中资企业啊 持有达尔文港的租用权 导致呢 许多啊 澳洲盟国的军舰啊 就不想来停达尔文港了 所以呢 就提出说 因此 澳洲跟盟国的关系 受到冲击 好 外界就指出说 澳洲的这个蓝桥工业呢 其实是 中国山东蓝桥集团的子公司 负责人呢 是中国的富翁叶成 叶成呢 在2013年 被北京政府 还大赞为 十大关心 国防发展的个人之一 那么在拿下了 达尔文港的租约之后呢 叶成他也曾经表示 投资达尔文港 也符合中国 一带一路的外交政策 那么澳洲的前总理基庭呢 在10号的时候 他接受了媒体的采访时 同时他也点出了 澳洲加入AUKUS联盟 就是我刚刚说的 澳洲毁了法国那个合约 然后呢跟美国英国 他们自己呢 变成一派 采购了美国技术的核动力 猎杀潜舰 只是为了防堵大陆潜舰 目的为了保护美国 不受到大陆第二波的 核攻击暴富 但是为了这个目的 澳洲等于是 跟大陆的关系决裂 也破坏了中澳之间的外交贸易 中澳大陆潜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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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拉伯留和大公国的外交部长 阿布杜拉在大马士格 跟叙利亚总统阿塞德会面 这是自从叙利亚战争爆发十年以来 两国的正次高层 首次的会面 同时也象征 双方从2012年断交之后 关系终于逐渐回暖了 叙利亚的媒体报导说 双方讨论了两个兄弟国之间的 双边关系 那么以及在共同发展的利益之下 要有不同领域的合作方式 阿联的官方媒体 报导就提到了 阿布杜拉强调说 阿联现在想要确保的是 首先叙利亚的安全 稳定与统一 不过这次的会面 让阿联的盟邦美国 好像担忧了 美国的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就说 拜登政府是 不会对跟叙利亚总统阿塞德建立 或者是恢复正常关系的努力 表达任何支持 因为强调说 阿塞德是残暴的独裁者 那么根据伊朗电视台报导 伊朗军方7号的时候 在波斯湾的港口附近 这还进行的是年度的军事演习 那么这项军演的发言人海军上将 穆沙维就表示 这是在阿曼湾伊朗沿岸的军事演习 主要的目的是在展示伊朗的军事力量 以及和敌人对抗的准备 所谓的敌人指的是谁呢 报道当中有指出这项军演涵盖的范围呢 包括了到印度洋北部以及部分红海地区 那么全球消费的石油当中 其实有五分之一是从这个地方运送的 事实上呢 这个美国前总统川普在2018年5月的时候 当时他退出了伊朗核协议 然后呢恢复对伊朗的经济制裁之后呢 伊朗军方美国部队常常在这个湾区对立 好对此呢 伊朗的核子谈判代表巴格瑞卡尼就表示 伊朗要在这个月的29号 11月29号 要恢复与世界强国的谈判 要来挽救2015年的核子协议 日前特斯拉的知习长马斯克呢 在推特发文呢 要求网友呢 就是说 知不支持他出托这个10%的特斯拉持股进行投票 结果最后呢 是58%的投票者支持他卖股套现 尽管呢 马斯克没有透露说 他什么时候把这个股票给卖掉 但是呢 也影响到了股价了 特斯拉的股价呢 8号重挫4.8% 甚至9号呢 跌更多 特斯拉的股价中场是暴跌12% 创下了去年9月以来 最大单日跌幅 市值增发大约是1380亿美元 直逼福斯集团 那么有分析师就形容说 哇 这真的是一部奇异的肥皂剧啊 真的就是因为呢 马斯克他在推特这样子 一篇发文 导致这个股价呢 真的是惨跌啊 由于美国国会呢 正在介意拜登政府呢 是不是要借由征收亿万富翁税 来支应 社福政策 还有对抗气候暖化的经费 有分析师就认为 马斯克呢 2012年 2300万股票的这个选择权 恐怕呢 要来付超过100亿美元 那这项民调呢 其实只是一种干扰而已 上个月底啊 脸书是说 他们这个集团改名成 叫为这个Meta吗 然后呢 就被认为说 是不是想要挽回年轻族群啊 摆脱这个丑闻啦 那Meta呢 也在9号的时候表示了 他们要停止根据呢 包含像是种族啊 宗教啊 性向啊 或者是政党这种敏感话题 让广告主呢 像这个使用投放广告 担忧锁定的受众选项 避免这些选项被滥用 那么Meta的这个广告产品的 行销副总裁 马德也表示 脸书呢 不是根据使用者的 真实性格做出改变 他只是呢 根据使用者 如何与脸书平台内容 互动的情况来做调整 他强调说 做出 移除 详细锁定 受众选择的这个决定 并不是很容易哦 也可能会对一些企业 或者是组织 造成一些负面冲击 知识中天三步骤 每天跟我这样做 请您在中间所有的影片下发 按赞再留言 以及为别人正面的留言按赞 然后分享出去 每天做好做满 知识中天三步骤 按赞留言分享 一起成为监督的力量 菲律宾总统杜特地的长女萨拉 到底要不要出来选呢 在脸书上正式宣布 自己呢 不再竞选连任 纳毛市长的职位 但是呢 没有说明原因 只有说呢 晚一点呢 才会进一步的告诉大家 这也让大家猜 他可能会 替补成为 明年总统大选的 候选人 同时他也宣布了 34岁的弟弟 纳毛市的 副市长 赛巴斯丁要代替他出马来选市长 那么赛巴斯丁呢 在早上的时候呢 也撤销了他副市长的竞选资格 然后告诉当地媒体呢 这是在他的姐姐萨拉的受益之下 做出的决定 那么在尼加拉瓜的总统奥地加呢 前几天总统大选当中呢 是再度的获胜 这已经是他第四次的连任了 所以呢 很多国家都谴责这个选举到底公不公正呢 现年75岁的奥地加会胜选啊 各界好像都不感到意外 早就已经知道了 但是欧美呢 就发表严厉的谴责 指控他 这根本叫做独裁手段 叫做镇压异己 西班牙就批评 这一次的这个尼加拉瓜的选举 根本是闹剧 因为呢 自从六月份以来 尼加拉瓜呢 有七位潜在的总统参选人 通通都被关押 都被关起来 抓起来 欧盟就批评呢 有严重缺陷的这个选举 让这个奥地加 第五度选上总统 尼加拉瓜 现在根本已经成为了 独裁政权 英国政府也认为 这一次选举 根本叫做有名无实 美国政府呢 说这是闹剧般的选举 结果在很久之前 就已经受到操控 在伊索比亚的内战呢 已经持续了长达一年了 现在呢 随着叛军组织步步进逼 那么政府也在上个星期宣布呢 全伊索比亚呢 已经进入为期半年的紧急状态 现在呢 就传出有替联合国工作的 16位职员呢 也遭到拘留 联合国的秘书长 发言人表示呢 这16位职员呢 都是伊索比亚籍 目前呢 被拘留在首都 但是呢 伊索比亚政府没有解释 到底为什么要拘留他们 联合国说会积极跟伊索比亚政府 合作让这些职员尽快获释 那么巴西的卫生部门数据显示呢 在过去一天之内 包含了圣保罗州在内 至少有9个州都没有通报 COVID-19的死亡病例 这显示大规模的疫苗接种 有成效了 这个是呢 疫情流行以来啊 在圣保罗州第一次没有发生感染 COVID-19死亡的病例 这也是当地呢 目前已经有超过15万人 确诊死亡之后 疫情看似趋缓 但是恐怕还不能够掉情形